慶祝一年一度的退伍军人节 洛杉矶线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 举办了盛大的游行活动 特别邀请到了50支队伍来共襄胜聚 其中中华旗队也受邀出席 参加了这个极具异议的活动 穿着亮丽的军服 踏出整齐画衣的脚步 熊啾啾气昂昂的队伍 一个个出场都是要来庆祝 而麦克阿瑟 艾森豪等二战名将 也同台助阵 Coaster相似度百分百 再加上寄兵队鹰气逼人的气势 与一群小孩带着曾参与二战的 明星照片游行 最后由盗席队传奇教头 Lasota压阵 梦幻阵容令民众目不转睛 2016年第一次扩大举办的退伍军人纪念游行 来纪念军人牺牺牲奉献保卫国家的杰出贡献 不止名人压阵 而且游行中还能够看到二战怀旧吉普车 与古董车上阵 格外令人注目 加上还有中华骑队也结合中山女高一队 一起热情参与退伍军人节的活动 多元化的国际色彩 让活动增设 我们中华骑队今天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活动 所以今天我们中华骑队呢 是代表中华民国退伍军人协会 来参加这个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举办的游行活动 军人捍卫国家提供人民安全的生活保障 所以退伍军人节 让热心的名人与民众踊跃参与 中华骑队也基于台美友好的立场 热情参与游行 要搭起台美国民外交的友谊桥梁 一起为退伍军人节游行增添光彩 东森新闻 魏宽 李鸿正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